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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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代表苏丸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灾民 再一次感谢上海各界的社会闲党 谢谢了 谢谢大家 应该的 应该的 佳月代表中阳公司捐助两万银元 好好好 两万银元 广丈各位的捧场 震灾救助是佳月和中原公司应尽的义务 我想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在苏教授等社会精英的指导之下 我们一定可以迎来繁荣盛世 谢谢啊 敌人是穷途末路 必然会困兽游斗 老话说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 领导下决心 组织曙光小组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我们在国防部的内线证实 他们密谋组建了闪电行动小组 值得注意的是 保密局上海战对此却毫不知情 组建这种方式违反常规 也决定了我们的曙光小组 无论是选材用人还是行动方式 必须要超乎寻常 御部长 组织上的安排 我们完全理解 完全接受 鉴于这次任务的艰巨性 和以往的斗志经验 我希望组织上能够郑重考虑 由我 来负责这次 曙光小组的行动 人选已经定了 你们绝对能够完美配合 你是说 什么人 优优独播剧目 人员 我们会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你上来 上来就你去了 我们在这里 接到你了 卧宇 佳玉 想死你了 你呀 一点都没有变 还说我 你才一点都没变呢 来 我给你介绍 我先生黄龙杰 您好 您好 在电话里说的一样吧 龙杰 这就是我常常跟你说的 我的最好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大协同协郭佳玉 慧云天天念叹你 我先走 起来一下 自己找起来一下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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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前面出事了 救命 救命 这里不安全 我们赶紧走吧 上海滩出了这么大的事 居然我亲自监管的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于非命 这都是谁干的 谁这么能干的 这不是在抢晴天白日的军章吗 这件事你们得给我仔细地去查 你们都下去吧 严惩凶手 严惩凶手 揭露真相 揭露真相 严惩凶手 严惩凶手 这样一位欧心力炫的长者 自己不小心坠入火射轨道 你们信吗 谁相信的 我们都相信 我们认定 这是一次暗杀 是国民党特务的无耻阴谋 我们要揭露真相 我们要揭露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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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昆明的李公仆 文一多先生 不也遭遇一样的意外吗 其实啊 上海这种地方 更说不清楚了 算了 像政治这种东西 也落不到我们小人物头上 你就别大惊巧怪了 让郭小姐烦心 我 我才不会呢 都习惯了 现在这年院 哪里不死人呀 家月 好久不见 你现实了很多 是吗 这是生活所迫呀 我呀 早就没有棱角了 这一点啊 我认同郭小姐 只要买卖能顺利 老婆能安全 日子过得开心 别的 就随她去吧 慧云 你真的好福气 你看你先生对你多好呀 羡慕死我了 消消气 这事 这事以我看啊 出不了五福 也就是说 出不了军统这三大年 但绝对不是咱们上海站的人 否则不会选在火车站 婆婆 那你的意思是 毛仁凤他又派人来了 居然在我们管辖的上海借杀人 否则西口那边早打电话过来追问了 是啊 那可是我们又得罪哪路大线了 这事 您得一分为二看 您想这苏文渊是什么人啊 要是咱们动手 还真有点头鼠气气 所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 可问题是民众的舆论可都扣在我们脑门上啊 反正不是咱们干的 对舆论就一个字拖 不行 这事你还得给我查清楚 正宗的门神请回家了啊 驱轨避邪 正宗的门神 来瞧一瞧看一看啊 正宗的门神 驱轨避邪请回家了 才是咱们 正宗的门神 来了 请个门神回家了啊 请个门神回家了啊 请个门神回家了 驱轨避邪 驱轨避邪啊 不好啊 苏教授遇害了 苏教授的死 一定是那个闪电小组的 闪电小组 对 这是一股外来力量 他们刚到上海 那为什么寒天石 要给他们打前战 不 寒天石不是给他们打前战 如果寒天石要动手 就不会在赈灾大会上献身 看来闪电小组 连寒天石都没有得到封赏 对了 组织上决定怎么应对 组织上决定 成立专门的应对小组 带好数光 那我们的任务呢 是执行者还是配合者 展觅 这次任务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这个小组由你来负责 我 对 有压力吗 压力一定是有的 不过请组织上放心 我一定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香港铜锣湾历经原来的客人 正等着海爷回话 他就让我说这么多 还有 他提出单独跟你见面 快 快请他进来 是 请进 晚辈黄龙杰 见过海爷 大道行车 谁走船 敢问客人 来哪边 开门见山吧 我不是江湖中人 不做搬石头 踩桑叶的事 那我孙子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好 您安 我下去了 是 下去了 下去了 海爷 您不要误会 这东西 是从您孙子身上借来的 他现在正和您儿媳妇 在香港通罗湾立园 过着开心日子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可以打个电话问 我也喜欢开门见山 不绕团 你既然这样上门 肯定会有来意 爽快一点 把你的身份和来意 合盘拖出吧 这个引索 是从西口转过来的 原来是军徒 怎么 对付我 海谋人未成年的孙子 还要军统出面 大爷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您的孙子 现在安然无恙 不但他 还有您旧金山的卢夫人 东京的大儿子 甚至包括 曼谷的私生子 以及 你转到他们名下的财产 还有秘密账号 都安然无恙 不过 时间长了 他就说不好了 算你们狠 其实这几年 军统没少被共产党折腾 不过 找几个人 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海爷 你以为 把家人和财产 转到海外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辱骂党国 辱骂领袖 我海东兴从青年时代 给洋人做买办开始 没少给党国建设出力 但是做人 应该有个底线 你不应该和共产党 一个逼空出气 这么做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想干什么 按照约定 一个小时内 我要去发几个电报 打几个电话 要不然的话 你看看 这照片里的人 明天就剩你一个活人 不但如此 你所有的房产和地产 国内的 国外的 甚至包括解放区的 都将会更名益主 从明天起 你就成为一个 一无所有的人 这位 这位先生 你 黄龙洁 黄先生 还有时间 咱们再好好谈一谈 再谈谈 其实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 我要是你的话 我应该知道 现在也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没记错的话 后天 就是您孙子的生日 多可爱的一个孩子 来到这个世上 还没几年 还有你所有的家人 都要为你这些年 口无遮拦 付出死的代价 我明白 我明白 因为真正的目的 是我 没错 你老实心 有了 你都没有 休息 你 że 你 没有 乎 我做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夹在 所有的地址 包括香港 美国的房产 我全部都交 海爷 我很同情你 不过 在此之前 党国已经给了你太多的机会了 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已经被宣判死刑了 看 外面的风气多好啊 咱们出去 透透气吧 好了 我该说的都说了 先告辞了 我在下面找你 我死了 咱们 怪我 打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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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太可怕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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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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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就开了 就开了 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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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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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不要让开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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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 海爷是投影眼花 身体不适 才导致失足地落的 太狡猾了 居然不用凶器 就能置人于死地 这个对手可不简单 我拿这三个人的照片 给海爷家属看 他们都说 那天来的客人不在其中 那个人的样子 十分低调和落寞 是那种没有什么特征 很难被人记得住的人 这倒是做一个天才特务 必备的条件 对了 最重要的是 他说这个人是西南口音 西南口音 好 马上去大华旅社查一下 那里是云贵川旅客聚集的地方 好 我想查到以后 就地安排行动 他们会很警觉的 一击不中 再击可就难了 再动手就是真哥的了 对了 你上次说的那张牌 龙虎堂许爷 到底是神通广大的郭经理 这么紧俏的军用武器 都信手拈来啊 要谢您甭谢我 就要谢那个管警敲物资的人 我嘛 只不过是跑腿搭桥的 家园 你我都知道当前的局势 这些个东西 多抢手啊 这份人情我可欠不起 你开个价吧 现在我需要的不是钱 是人 什么人 杀手 可以杀杀手的杀手 家园动杀许 看来这个对手肯定是有来头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许爷 实话告诉你吧 是锦衣卫 韩天石的人 您知道我是为谁跑腿的 他的人 我可不敢结梁子 不过 就算在同一扇门里头 也有不是他的人 我借这档买卖 那可是冒着风险的 当然了 如果您要帮我 也得想清楚了 这可是要担大风险的 别说了 家园 世卫知己者死 你对我如此坦诚 我也绝不含糊 咱龙虎堂 有的是不怕死的好汉 谢谢许爷 喂 冯姐啊 惠元 我在公司呢 刚到公司有些忙 晚上就不回来陪你吃饭了 你也别忙了 好在隔壁就是老办宅 你自己点一些喜欢吃的 冯姐啊 你呀就别为我操心了 一会儿小柴 小钱 还有家园 过来陪我打麻将 那好啊 有几个死党陪着你 我就放心了 晚上见 老婆 这把我找你 想要在局里找我 一定是我的 还没做了 稍微 有点 要是我的 下落 我 我 是 喊 走 走 走 来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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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啊 啊 你 快 走 都几点了 龙姐也该来个电话了 这才刚到上海 她怎么就这么忙呢 慧云 就别担心了 她不会有事的 我说慧云啊 我帮你说 你说如今在上海滩当老板的 哪个不忙得前脚抗后脚的 这一点 佳阅是最清楚不过了 是啊 我都快被累死了 要我说 这男人在外面忙一点 不要紧 就怕他在外面出花头 慧云梅泽 我可告诉你 这上海滩上 可有不少狐狸精 你可要把你家的男人 看紧一点 干吗呀 干吗吓唬他呀 人家先生可乖了 你以为跟你们家那位一样 来 打傻子 打傻子 好 来 都在呢 龙桀 你这是怎么了 别着急 这不是我的血 刚才回来的时候想买点点心 碰到流氓打架 真刀真枪的 幸好我躲得快 但是溅了一身血 没事吧 没事 你陪大家玩 我去洗个澡 去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龙桀 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泡个澡 慧云 帮我弄些吃的吧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爱你 是有个疯狂的 我真的作 drops 很虽然 你帮我 大静 你坐下 我的肉侠 我真的 стала 小龙桑 我的烈都是 也有吗 年纪轻轻就偷身于革命 为大国牺牲 请龙金兄姐爱你 这是什么 这就是黑色门的 这上面的人 都是上风让我们除掉的败位 我负责上海方面的 这上海的刘智希 可不是党国的元老 怎么总才要对他下手 我只负责杀人和怎么杀人 我的手下吴能 刚到上海就在防民局走漏了风声 希望得到同仁的协调帮助 可没想到刚出去 他们就遇害了 所以说我不得不怀疑 站上有人走漏了消息 这事关重大 所以说我只能从韩战场开始调查 因为您知道 都是谁下的手 张勇 这颗子弹 不是从我们常用的手枪里射出来的 上海滩也很少有人会用这种手枪 那是谁干的 这些都是上海帮会和外来势力联手做的一票 哪个帮派 许爷的龙虎堂 这外来势力是中共地下党潜伏在上海的杀手 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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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局那边来人了 说是有要事登门逃教 是韩战长吗 韩战长也知是引荐 看样子来头不小 许爷 保密局那边来人了 说是有要事登门逃教 是韩战长吗 是韩战长 是韩战长 对他从来有加 我想 药商也是他的掩护身份 他 会因何事而来呢 咱们前几天不是坐了三个人吗 也是云南来的 这事是不是和他们有关 快 有请 是 黄先生 你我虽然素未谋面 但得韩战长引荐 老朽不敢怠慢 再特此恭候 请坐 黄先生 此来何事啊 既是韩战长的朋友 老朽定当鼎力相帮啊 我今天是来向许爷讨命的 你我未曾交往 更无怨愁 何来讨命之说呀 这几个人我不认识 老朽退隐多年 不再过问江湖之事 国难当头 大国一事 奋勇坚持 百死不待 却没想到 父辈受敌 惨遭毒手 请何以堪 法何以论 国家东梁 过于一旦 如果这件事 没个交代的话 我只能凭了你论活他 给死去的同志 讨个说法 黄先生 言重了吧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事已至此 老朽在身边无异 就请黄先生 随便吧 韩战长交代过 说许爷是沙海滩文人翘主 我不为难你 但是 谁动手杀了我的手下 我就要谁的命来偿 还请许爷 清理 把所有凶手全都交出来 快点 开车 快 快 快点 跪下 跪下 叫什么名字 阿全 是你杀了我一名手下对吗 是许爷让我们杀的 是许爷 你火鬼 要杀要剐 给老子个痛快 我承认你 你之前杀的那个名人 她是我妹 组长 她可是许悦手下最厉害的杀手 眼下我们刚到上海 现在大国正是用人之间 可否 是许爷出卖你的 你问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方案 好 我们保密局会全力配合 功劳是大家的 在下绝不吃毒食 我就喜欢和聪明的人共事 比如你 闪电小组刚刚成立 还需要人手 汪站长抽掉一些骨干 协助我的工作 这是名单 好 叫林主任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他马上就到 我还有个请求 为了安全起见 请您对您的部下 暂时不要公开我的名字 那我怎么介绍你啊 请进 金周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上海站 特别行动小组 上校组长 叫我苍龙吧 干我们这行的 名字并不重要 苍龙组长真有见地 改名我也改个名字 我从小啊 就老留两条黄龙鼻涕 干脆我叫黄龙得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上海站办公室主任 林云平先生 苍龙组长要在上海执行代号为闪电行动特殊任务 还要从我们这儿除掉几名骨干进行协助 除了你 另外还有三位同志 从现在起 你就归属于闪电行动小组 听从苍龙组长的调解 是 打麻将刚好凑一缝啊 还都是老搭档 苍龙组长想得可真周到 谢谢 谢谢啊 是工作不要开玩笑 只要能完成任务 我不在意他们玩什么 您瞧 这话说得有水平 排品如人品 苍龙组长 以后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 我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好了 别胡扯了 你赶紧去通知另外三个人 拜见新长官 以后咱们还是老规矩 打麻将不胡你前三把 但是以后我可见六亲不认 再拿我走吧 好 有什么情况 刘志祺 刘志祺 国民党元老刘志祺 她很可能是下一个暗杀目标 你能确定吗 应该能确定 不过你们要尽快地到刘公馆 把它保护起来 好 我知道了 你也得抓紧时间 赶快拿到那个黑色名单 否则的话 我们的工作太被动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我现在很荣幸地 已经加入了闪电小组 是闪电小组的组长 亲自发展过的 真的 对 那你见到他了 他究竟是谁 什么来路啊 说不清楚 反正他告诉我他叫苍龙 但我觉得 这一定不是他的真名的 他的具体情况 我现在还没摸清楚 开心点好不好 以后我们就是冤家了 别搞错了 我才不会搞错呢 上一次 我们是假扮夫妻 可这一回 我们可是对手了 不过说真的 他们现在开始怀疑我了 这次让我进入闪电小组 只是一个幌子 真实的目的 是为了便于监视我们情人 这么说 你暴露了 你暴露了